随着全球COVID-19疫情趋缓 各国陆续开放国际观光 意大利水都威尼斯近期造访人数 也逐渐回到疫情前水准 以观察复活节周末为例 就有超过12万5千人 穿梭在威尼斯的广场与巷弄之间 观光热度可见一斑 为避免人潮冲击游客休憩品质 据外媒报道 威尼斯政府已决定自6月起 事办控制人流计划 要求一日游的旅客 需先上网预约登记 并缴纳折合约新台币97元到322元 不等的入城费用 至于收费的高低 将根据造访日当天的威尼斯人数多寡而定 威尼斯市长布鲁纳罗表示 威尼斯将是全球第一个 展开这项困难实验的城市 但他认为透过预约会诊 是以更平衡的方式 管理观光业的正确道路 且付费预约游客 观光部门也计划提供 像是博物馆门票折扣等优惠 除了外来游客 威尼托大区的居民 也必须上网登记 但无需付费 需入城参加丧礼 或拜访亲戚的民众 也无需缴费 这类豁免收费的例子 将在未来几周公布 庄社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